各位,上次講到雙刀堂,講出自己的腳被打傷的經過, 黃飛鴻深深為他抱不平,欲想和他討回公道, 至雙刀堂猛禁領頭,他說, 飛鴻兄,你的好意,小弟心領就是了, 武林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是個外省人,在廣東的力量單磅, 哪裏夠膽和大戶人家鬥氣呢,只是認命就是了, 黃飛鴻說,唐叔,不是這樣說,我黃飛鴻蘇來敬重英雄, 在廣東有我在,你不用怕,我有辦法來對付他, 指雙刀堂仍然是猛地擺手領頭, 第二天,黃飛鴻和門徒陸正江去河南海棠寺, 原來,黃飛鴻和海棠寺的淡雲和尚很合計, 見到淡雲和尚入到蟬房楚浪, 彼此寒圈一番之後,黃飛鴻就打挺一下, 海棠寺附近是不是有個姓盧的大戶, 淡雲和尚噎一噎頭,黃飛鴻又問, 盧家是不是有個標師叫做胡偉呢, 淡雲和尚說是有,他覺得黃飛鴻所問很奇怪, 連亡問究竟什麼事,黃飛鴻就將雙刀堂的遭遇一五一十, 說給淡雲和尚知,淡雲和尚叫一聲, 阿里陀佛,追過,追過, 接著叫小沙來請盧元埃到來, 又對黃飛鴻說盧元埃是他的歸依弟子一樣, 一陣間盧元埃來了,淡雲和尚就介紹他和黃飛鴻相識, 盧元埃苟問黃飛鴻的大名,連亡頻頻作音說, 幸會,幸會,大家就坐下喝茶,聊了閒聊之後, 接著就轉入正題,黃飛鴻就將胡標師心狠手辣的事, 一五一十就說了一次, 盧元埃聽聞就大嚇驚,連亡向黃飛鴻道歉, 並且說這件事自己實在不知道, 想不到自己的標師這麼心狠, 馬上就使人叫胡標師到來, 沒多久,胡毅就來到, 黃飛鴻就講明來意, 要他向雙刀堂陪禮道歉, 誰知胡毅就哈哈,大笑, 黃師傅好話了, 你的大名我聽過很久, 可惜沒有這樣的機會領教, 今天就適逢其會, 請黃師傅刺鴻一下, 如果贏得,弟弟, 那就意華為,你說怎樣就怎樣, 搞到盧元埃多麼不好意思, 他手讚讚地指著胡毅說, 你…… 黃飛鴻哈哈大笑說, 看來,胡標師要想在武林青紅了, 好,我亦借此機會, 為朋友討回公道, 胡毅就十聲起身, 將外衣除了禮手一份, 露出一塊一塊的肌肉, 跳到蟬塘中間, 發發發, 動幾下手腳, 擺起一個單奉朝陽的裝飾, 看著黃飛鴻喊聲, 來,請出招, 淡雲和尚, 輕念一聲, 阿里陀佛, 就和盧元埃坐在一邊看東西, 只見黃飛鴻微微一笑, 慢慢將長衫脫了, 又輕輕喝了一口清茶, 走出長中環, 胡標師, 今天我黃飛鴻, 只是用虎爪一勢, 來對付你任何拳腳, 如果我有換一勢的話, 都是我當輸, 哎呀, 黃飛鴻你真是, 吃了蒜頭都沒那麼大口氣, 好, 看下你又怎樣巴閉法, 放馬過來, 黃飛鴻笑了笑話, 我自信一世可以贏你, 絕無欺宜, 不過你的說話, 講得到做得到, 大丈夫, 牙齒當今世的面子是招牌, 如果我是輸了, 你要我濕頂叩頭就行, 好, 痛快, 痛快, 來, 胡偉這麼大個兒子, 從來未曾試過這樣被人看小的, 不由得有無名火氣, 一咬牙筋, 大可聲, 來, 他來一個先下手為強, 右手一個霸王敬走, 兜口兜面打過去, 下面飛起遼陰腳, 上下交攻, 真是獨立飛上, 誰知黃飛鴻出手快如閃電, 將身稍為向後一往, 避過上攻之勢, 左手虎爪向下一拍, 將來腳伏低, 跟著右手向上一格, 一扣, 用虎爪扣著前臂曲子, 嘩, 好像鐵騎掩, 扣著死神, 跟著一扣, 胡偉師當頭, 哎呀的聲音, 站腳不穩, 整個人向前扑, 黃飛鴻, 又用左手按住他的頭, 喊一聲, 站在那裡, 嘩, 說起來又奇怪, 胡偉師果然乖乖地站在堂中, 好像機械公仔那樣, 過頭就馬騎, 馬騎, 騎過不停, 盧元外一太, 大驚失色, 對淡文和尚說, 哎呀, 不加火了, 淡文大師, 淡文大師, 你說怎麼算好呢, 求你救救他吧, 淡文和尚小笑說, 我你, 唐佛, 盧元外不用怕, 你們, 叫做轉魂換拍術, 朝鮮胡師主, 心存惡念, 現在, 等他惡念消去, 一陣間, 惡去事內, 自然無事的了, 只見黃飛鴻坐在一邊喝茶, 就看著他笑, 各位, 朝鮮黃飛鴻, 所用的是燒魂術, 點住他有關的月位, 再將他定住, 幾分鐘之後, 就自然默回雲生, 乃是武技之中, 上乘的功法, 俗語有說, 權無三下手, 舉手定輸贏, 現在, 黃飛鴻, 只用一兩下手勢, 就將他定住, 可見黃飛鴻的功底, 心不可測, 果然, 若莫喝了一杯茶左右的時間, 胡錶師,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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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把地下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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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望揚、榜露、微惠、曼雅 一番說話,使胡彪師仿然大悟 連望向黃飛鴻拱手說 黃師傅,剛才得罪了 好慈黃師傅你耍漏淨 不然我就不堪致想了 我願意向雙刀和陪禮道歉 盧如矮也馬上說 願意賠償雙刀堂的一切,雙你費用 淡雲和尚,很高興地高宣佛號 阿里陀佛,善哉,善哉 黃飛鴻說,盧如矮 我黃飛鴻,蘇來是錢財如奮土 不是為錢而來的 只不過是為朋友討回公道 怎知道胡彪師全無誤性 不是,就怎有囚師這一幕呢 但願胡兄今後和人比武 點到則子分了輸贏就算 千萬不要將人置於死地 否則自己吞下惡果,那時就後悔已辭 胡彪師聽了之後,他亂說 很慚愧地說 飛鴻兄的甘石良意,小弟銘記於心 人兄果然不愧為武林中的豪傑 使小弟口服心服 小弟有個不情之情 想說跟飛鴻兄弟交個朋友 不知道嫌不嫌棄呢 黃飛鴻哈哈一笑 好,痛快,痛快 兩人就以茶代酒 碰一碰杯,一飲而盡 一陣子,露完那日告辭 臨走,拿出五十兩銀票交給胡彪師 要他送給雙刀堂作為賠罪之用 沒多久,胡彪師也向淡文和尚告辭 跟著黃飛鴻到寶芝林 見到雙刀堂把銀票送上 並且頻頻陪禮道歉 雙刀堂的戲順了 亦沒有計較那麼多,他也沒有貪心 只要二十多銀票,剩下那些 就請胡彪師送給盧苑外 那這一場冤仇 被黃飛鴻仗意化解了 雙刀堂當然是萬分感激 有一天雙刀堂對黃飛鴻說 但飛鴻兄,想不到 你我只不過是萍水相逢 但你不但救了我 還跟我討回公道 真是我的大恩人 我想,天下並沒有不散的現值 在我離開廣東之前 俗語又說 紅粉贈家仁,寶劍贈壯士 我雙刀堂,祖傳三代一套雙刀術 願意雙贈給仁兄你 誰知道話未講完 黃飛鴻年王擺放手環 唐叔,不要這樣說 雙人以銀為貴 學子以書為金不還 念武的人是秘技如同生命 那這些我盡知 唐叔的雙刀,乃是湖南第一刀 但是我,不是想說得你手刀而幫助你的 而是真心為朋友的 你手刀,祖傳三代都沒有外傳 又為何竊給我這些外人呢? 唐叔,奔子不絕人之所愛 都是留給你自己用的 上到堂,想不到黃飛鴻有這樣的心情 心有感觸,他長嘆一聲說 飛鴻兄,你我江湖中人 今日相逢,未知何日能夠相見 你救了我一命 怎能夠說我是人呢? 況且彭漢露,這手刀都要我繼承之人 我漂泊光湖,上無妻下無止 難道,難道就將這手刀帶到棺材嗎? 講到這裏,未等黃飛鴻出聲 就對陸政光說 阿光,拿兩對雙刀出來吧 陸政光就很醒目,立即應一聲,行 黃飛鴻亦覺得雙刀堂說話有道理 情真義切,亦不想遺逆他老人家的意思 在陸政光手中接過雙刀 先向雙刀堂下跪一拜 這些乃是武林中的禮法 雙刀堂扶在黃飛鴻之後 亦向北面下跪 口中藍藍討告 他是稟告先賢 自己為何要將這手刀來教人 這樣的意思 跟著,將這手刀傳授給黃飛鴻 幾日之後,雙刀堂要分湖南 黃飛鴻、陸政光兩人 送雙刀堂到暴頭 大家依依而不捨,灑淚而別 雙刀堂去了之後 再沒有來過廣東 亦不知所蹤 以後,黃飛鴻將這手刀 傳給繼妻莫貴蘭 莫貴蘭憑著這手刀 贏過不少名家 成為廣東清末文初 因為根國英雄 聽說朋友 上文經已講過黃飛鴻 很多得意的門徒 譬如梁寬、林世榮、陸政光、鬼腳七、大隻鑊等等 還有個心腹弟子叫胡奇彪 胡奇彪功夫又得、武師又得 尤其以跌打衣術聞名於月 他這個人心高氣傲 一直都看不起人 怎會拜得黃飛鴻為師 說起來,那一件很奇怪的事 胡奇彪是三水西南人 當時已經是廣東出名的江湖賣武佬 且說有一天,胡奇彪是帶著徒弟胡開 去到南海西朝觀山區開蕩賣武 在虛口插了一支杏黃旗 上面寫著 少林雙科跌打胡奇彪幾個大字 胡奇彪已經在觀山區開過幾次的蕩 所賣的少林刀箱散和環文通麥丹 已經出了大名 故此這次來,很多人認得胡奇彪 胡奇彪明羅最終開一輪花怒之後 就開始賣藥 那這一魂很快就賣魚 正在執拾其商 忽然,見到有個老伯在旁邊 胡奇彪很有禮謀地問 老伯,請問西朝山下的陸州村 不知道在哪裏去的呢? 老伯就問,胡師傅 是不是想去那裏賣武? 正是,老人擺擺手說 胡師傅,我跟你素味相交 只有一句話,不知道好不好說呢? 出外靠朋友,老伯有什麼? 那你便直說 既然這樣,我就不怕對你說 我勸胡師傅,你聽我一句話 你經過綠州鄉,當時沒事 如果要在那裏開檔賣武,那就無謂了 胡奇彪覺得奇怪了 連夢問,為什麼呢? 老伯說,因為綠州鄉一帶 在幾十年前,已經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凡是走江湖賣武,玩猴子的,耍把戲的,賣藥的,武師的 來到鄉中,要掩其識古而過 有些人不開檔不行了 那一開檔,首先要表白 說自己實在走投無路 才在黃師傅地頭賺食 並不是說要沒有楊威感 試想一下,胡師傅,你是個血氣荒剛的人 能不能夠低聲下氣說些話呢? 胡子,我勸你不要去那裏賣武 開過第二書更好 哪裏賣不了兩餐呢? 胡奇彪說,多謝老伯的指點 我自然萬分感激 不過,我心中有數的 老伯見話不投機 靈一靈頭,自己就走去 胡奇彪的徒弟胡開,覺得很奇異 就問,師傅,那個老鄉 所說的黃師傅是誰來的? 是不是鄉中的惡霸呢? 哎,你初走江湖就有所不知 江湖上早有傳說 說西朝山下有三傑 即是黃太,黃麒英,黃飛鴻三早說 黃門的人都是豪傑 只有一些霸氣 在武林中就得勢不讓人 聽說黃太以金錢彪,在武林中稱紅 他的兒子黃麒英,是有名的廣東十虎之一 那個老爺剛才說的黃師傅,就是黃飛鴻 他憑著一雙虎爪 說從來沒有拜過的 稱紅於武林,你說他霸不霸氣,咬不咬炸呢? 當然霸氣了,師傅 不如就聽老伯說 不要去綠州鄉開檔了 免得給他啪啪啪啪啊 誰知道胡錡彪,齁,仔聲說 用理他那麼多 他有霸氣,難道我又沒有霸氣了 我從來不認低威的 再說吧 黃飛鴻未必好像人說得那麼厲害 你想想,聽老闆說一句 就嚇得肅沙 我胡錡彪還學什麼人走江湖 用得看他臉色 胡錡聽師傅這樣說 亦膽撞起來 師傅覺得對 我看不用怕黃飛鴻 今天我們騙著綠州鄉 插起大旗,敲響同羅 又看他吹不吹得我們帳 胡錡彪的說話就合正胡錡彪的心 原來胡錡彪也是江湖一條硬汗 平生不服人氣 他說得到就做得到 那師徒兩人立即離開觀山去 他故意問路 去到綠州村景 找了一塊空地 胡錡彪吩咐 過支大旗 有那麼高就插那麼高 他親自打銅鑼 平停停停停停 有那麼大力,打那麼大力 打到震天響 扯港这一日,又又这么巧 黄飞鸿和门徒陆正江 回乡下,探望老妇王麒英和妻儿 两父子正聊聊聊天的时候 突然听闻外面罗声大响 黄麒英问 知不知道谁在村前卖武响罗呢 黄飞鸿说不知道 黄麒英觉得奇怪 鸿儿,自从你爸问江湖以来 几十年来都没听过 有人在村前响我 今天不知道谁在耀武扬威呢 阿爸,不如我出去看看 哦,好 于是,黄飞鸿走出门口 果然见村前不远 树起这大旗,写着胡奇标几个大字 旗下有两个人 一个就打罗,一个就口约缘河 滔滔不绝,不知道在说什么 足有百几二百人为官 黄飞鸿就走过去 好多人都认得他的 就纷纷让开条路 并且说,黄师傅来了 黄师傅来了 胡奇标凰恶然 望了黄飞鸿一颜 只胡开呢 特意就放开手臂 将铜锣叮叮叮叮 又那么响就打那么响 各位,未知后事如何呢 扯定下回分解 晚安